中国和印度双边达成了边境协议 而印度总理莫迪也正式出席金砖峰会 那么这一次的金砖峰会看来非常有看头 俄罗斯正是在下一盘大棋 他可不愿意看到美国挑拨中印关系 利用中印边境摩擦 让亚洲两个大国之间搞对抗 让美国坐收余温之力 这是俄罗斯万万不想看到的 所以当下在金砖峰会召开之前 印度外交部对外公开宣布 与中国之间已经达成边境巡逻协议 印度外交部的官方声明当中是这么说的 同样的这一则消息也被刊登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 印度外交部指出和中国方面 就两军在中印边境具有争议的地区 执行巡逻安排达成协议 那么有望达成两国之间脱离接触 以及政治与商业关系正常化的道路 那什么意思呢 无非就是两点 第一呢过去的事情我们已经谈好了 第二呢接下来赶紧的我们的政治关系 我们的商业关系赶紧的这个发展 不能够再因为这个事情呢 耽误在那里停在那里了 其实讲白了我们等一下会说 所有的事情包括英国的外交大臣 最近访问中国包括日本方面新任首相石破茂 对中方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那么中日关系有望呢 这个最起码不要说什么变好吧 最起码不要再继续恶化下去 种种状况我可以很清楚的告诉大家 就是和最近的国际局势有很大的关系 只要是和中方之间缓和关系的 无一例外通通都是基于其经济和地缘政治考虑 经济方面那就是希望和中国方面 维护一个比较好的经济关系 否则呀这印度方面最近的遭遇 那可是不太妙 另一方面就是特朗普马上就要回来了 特朗普可是要普遍的加征关税的 这些国家眼看着我靠特朗普要回来了 川建国统治要来了对不对 这不得赶紧和中方之间搞搞关系 要不然的话特朗普翻脸不认人 到时候指不定打谁呢 那个北约国家 欧盟国家 这个什么日本 印度对吧 眼看着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赶紧转变态度 这个时候呢和中方之间就开始更多的接触 我们看到印度的外交秘书 他的名字叫做米斯里 在10月21号的时候对媒体放话 声称过去几一段时间 印度和中国的外交及军事谈判代表 保持密切接触 而我们在几天之前呢 通过智库的朋友了解到呢 在印度方面 在印度呢 那么和中国方面的谈判 明显最近一个多月呢 谈判的频率和次数迅速的升高 大家明白这什么意思吗 为什么在最近一个多月的时间 谈判的频率和速度迅速升高呀 讲白了 大家都必须要在一个时间节点之前呢 要完成谈判 要让中印关系正常化 那么什么时间节点呢 如果短期看 就是这一次的金专分会 请问这次金专分会 30多个国家申请加入 全球瞩目 印度总理莫迪再不去 说不定哪天真的被金专组织给开除了都不一定 对吧 你小子人家都是领导人去 你每次给我搞一个什么外交部长跑过去 对吧 你说你说这 你要么你就退出金专 别参加 要参加你就像样一点 对吧 你就呢 履行你的职责和义务 那你就过来开会 大家一起怎么怎么样讨论 你可以有不同的想法和意见 大家呢 最起码 对吧 你不要动不动 搞小小镜子 对不对 搞小脾气 所以呢 很清楚的 这一次的金专分会 尤其是俄罗斯主办的 俄罗斯希望把这一次的金专分会 打造成一个全球瞩目的 俄罗斯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 重返国际舞台的标志性的会议 如果莫迪 如果印度不给面子 那俄罗斯肯定是相当相当的不爽 一定会相当相当的失望 这倒不是说什么印度 怕俄罗斯等等 倒也不是这个概念 而是说呢 你这个对吧 这个跟你相处太难了 对吧 后面干脆咱们呢 就换个方法 不玩了 不跟你玩了 那么印度方面呢 也有着这方面的压力 那第二个时间节点呢 就是11月5号 美国就会诞生新的领导人了 眼下看来呀 这个特朗普的概率呢 是比较高的 那莫迪老先生呢 一看着情况不对头 赶紧的 对吧 我要去金专开会 我要应对特朗普上台 带来的挑战 同时呢 我现在印度面临的各种经济问题 这个科技供应链 眼看着富士康也走了 苹果的产能也走了 对吧 我莫迪老先如果再不努把力 中国的产能供应链离开了 美国的产能供应链 特朗普上台 你觉得他还会让美国的这些科技公司 这些什么电子产业 跑到印度去 而不留在美国国内吗 门都没有 所以这莫迪老先一看不对头 一看不对头 不行 必须和中国改善关系 所以呀 在这个时间节点结束之前呢 双方之间就密集的展开了外交谈判 当然也包括边境之间的军事人员的相关谈判 所以双方呢 都希望能够在此刻当下 差不多了 闹腾好几年了 你印度方面呢 还能够继续搞得下去吗 我之前节目中跟大家说过 对吧 这个印度的邻居 就是这个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也是一方面了 也是对印度相当不爽 那么另外一个马尔代夫 马尔代夫是印度有驻军的国家 新任的马尔代夫的总统 他的竞选口号 朋友们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叫做远离印度 远离印度怎么远离 你的地理位置就是南太的 这个南印度洋的一个小国 对不对 一个岛国 你怎么远离 地理上无法远离 但是我政策上可以远离印度 所以他上台之后 第一件事情要求印度 把你在我马尔代夫的所有驻军撤离 不允许你继续留在马尔代夫 抱歉 那么可见呢 这是马尔代夫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 斯里兰卡对吧 和这个印度之间的能源的合作被取消 我们再看到 孟加拉国亲印度的领导人 被软性政变给搞下台 搞下台之后呢 这位领导人逃往印度 然后 这个新任的斯里兰卡的领导人呢 很可能和美国之间达成合作协议 把附近的一个岛屿呢 这个让渡给美国做军事的这个基地 那么那个地方呢 离印度非常重要的核潜景基地呢 就在一起 所以印度方面目前的 面对的这个状况是比较多的 包括最近美国华尔街方面 鼓吹印度股市 印度经济 什么下一个什么中国是印度 印度取代中国了 如今看来门都没有 根本不可能 结果呢 最近西方的资本 尤其是美国华尔街 大肆做空印度股市 就是讲白了 割印度老百姓的羊毛 对吧 之前你只要 这个顺应的西方媒体的呼声 一起进入印度股市的 那么如今要小心了 别人准备撤退了 那我前面讲了这么多 就是目前印度方面 着急改善和中方关系的方方面面 那各种因素 那么印度总理莫迪 10月22号到24号 到俄罗斯参加金砖峰会 那么在此之前一天呢 宣布上述消息 这两者之间当然是紧密的关系 那么另外一方面 这一次正是由于中印边境问题的 我们不敢说解决吧 最起码是达成了边境的巡逻协议 那么因此呢 这一次的金砖峰会当中 中印两国领导人 是否会举行双边高峰会 就成为右翼看点 而我个人认为 这种可能性是非常之高的 如果说这一次没有任何的高峰会 那请问 你这么着急 解决双边的这个边境的这个问题 那么到底所为何来呢 对吧 如果说继续僵着 闹小脾气 有不爽 不见面 不理你 不谈判 不沟通 不合作 那就没必要短期之内来搞定 这些边境问题 所以这一次既然这么赶着 10月22号之前 那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那么可见 双方之间也都有意愿 在此刻当下呢 那么双方来进行这个合作 所以我们看到第一时间呢 这个香港的南华早报 就对此做了头版的报道 指出 那么中印双方之间 在边境脱离接触 并达成了军事巡逻协议之后呢 那么美国方面对此的态度 做出了一个反应 按照美国的说法叫做 争端尚未结束 换言之 老美的这个说法呢 是酸溜溜的 什么叫争端尚未结束 讲白了就是 我们能够通过 美国的华盛顿对外的这一说法 对这个事件的这个评论呢 就能够让我们了解到 美国的心态就是这样 说这句话的是 是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 发言人 那么争端尚未结束就意味着 美国在采用这个离岸平衡战略 亚太地区构建所谓印太四国 美国 美日印澳嘛 美国印度 日本和澳大利亚印太四国战略 对吧 以构筑起包围中国的一个封锁圈 即便是软性的 但在外交和地缘战略层面 依旧对中方构成压力 这是老美的一个大的战略布局 他绝对不会短期之内就放弃 这一战略构想 所以呢 美国国务院第一时间反应就是 不要在那吹嘘 不要说什么中印关系得以解决 短期之内恢复 争端还在继续 争端没有解决 争端尚未结束 所以美国的这个战略构想依旧存在 而印度方面擅长做墙头草 这个也是大家人所皆知的 对吧 所以印度方面呢 最近这段时间 那么他在金专分会期间 G20分会期间 和南方国家的接触期间 那么表达出在南方国家里面的一些声音 一些说法 一些这个关系 这个符合印度的利益 但同样的 当美国开始主导一些会议的时候 比如美日印澳 各方面会议的时候呢 印度又会枪头草 倒到另一边去 这个大家心里都明白 都知道 我们线上一千位朋友在线 这个只有六百多位朋友点赞 请大家为主播点点赞 感谢大家 那么这一次主导这件事情的呢 是印度的外交秘书 他的名字叫做唐永胜 那么这个呢 当然是他的一个中文名 通过印度的外交秘书 有这个中文名就知道 他和中方之间的关系非前 那么他他在2019年和这个死前的这个几年时间呢 那么担任过这个印度的驻华大使 那么可见呢 在印度对中关系方面 这一位印度的外交秘书 那么他呢 在中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这个角色 那么斡旋这件事情 印度的一个英文报纸 在印度的影响力也比较大的 叫做呢 印度的经济时报 那么特别最近发表文章指出 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 一直是缓和紧张局势的一个关键平台 那么根据印度经济时报的报道当中 也披露出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 中印双方在北京进行了会议 在这次会议当中 双方特别强调要加强外交和军事接触 要彻底解决遗留的问题 另外一方面 印度外交部方面呢 最近也对外放话强调 双方之间致力于边境和平 在一份新闻稿当中 印度方面强调 双边的关系的正常化是努力的方向 那么通过这些信息呢 我们能够很清楚的看到 印度考虑和中方缓和关系 那么这个呢 是它的总体战略的一个环节 那么另外一方面 为了加强经济联系 通过印度媒体最外所 对最近所释放的消息当中显示 印度在考虑放宽 对中国在非敏感领域 比如在可再生能源 比如电池自制造等投资领域的限制 那么说到这一点呢 我们来看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贸易额 在2023年至2024年 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 中印双边的贸易额 依旧呈现出大幅增长的态势 那么使得中国成为印度的最大贸易伙伴 贸易总额来到1184亿美元 换言之呢 这里面的经济驱动的因素是最主要的 而且我这里要跟大家说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印度方面之前一直渴望着 印度制造莫迪的大国们 大国崛起 但是最近大概在一个月前 我们看到印度的塔塔集团 承载着印度进行高端制造 比如手机和电动汽车 这样一个印度梦 对吧 印度制造的梦想 但是呢 塔塔集团最近宣布 要和中国的这个电动汽车电池厂商进行合作 从中国来进口这些新能源电池 那么原因无非就是 塔塔呢 搞不定 做出来电池续航呀 它的整个的这个各方面的问题呢 包括使用时间 那么各种问题都比较多 不要说塔塔集团 即便是美国的特斯拉 或是欧洲的电动汽车厂商 德国的这个BBA 他们都在使用中国的电动汽车的电池 所以呢 印度方面眼看着 情况不对头 如果一味的隔绝掉中国的供应链 那么对印度自身的发展也是极为不利的 所以印度在此刻采取了这样的一种策略 那么关于这样的一种分享呢 不仅印度媒体在释放 我们同时也看到 日本媒体最近也关注到 那么这则报道呢 叫做面对中国 印度的态度已经发生变化 这则报道来自日本经济新闻 报道内容显示 印度向着与中国的关系解冻方向 迈出了一大步 印度的外交部长叫做苏杰生 在最近的一次公开演讲当中明确表态 那么指出与中国的关系呢 在未来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至关重要 双边之间呢 要努力的 要努力的这个 和中方之间的关系呢 要恢复正常化 这是日本媒体所看到的 另外一方面几乎在同一时间 印度媒体呢 还这个发表了一些社论 社论的题目呢 看得就很清楚 代表着印度的战略方向 叫做中印迎来和解的好时机 看起来一片欣欣向荣的意思 这个其实都是整体布局的一部分 反正印度政府 印度外交部 对吧 包括印度总理莫迪自身的意见 那么只要战略方向一旦确定下来 那么他们到媒体上进行放分 请一些专家智库 写一些文章 那么写一些评论 这个其实都是一般操作 那么主要是给印度国内民众来看的 那么引导社会氛围 我们来看一下印度媒体这一次 所发的这篇文章指出 现在是中印和解的好时机 现在是印度和中国 旺季过去走向基于真诚友谊 与和平的新型关系的游历时机 印度媒体呢 向来这个内容报道呢 相对也是比较极端化 对吧 这个之前还吵得不可开交 针对各种中国科技企业 大家大肆加征关税 搞各种各样的保护主义 插水表呀各种动作 那如今呢 印度媒体这话讲得出来 对吧 现在是中印和解的好时机 是中国印度旺季过去 走向基于真诚友谊 与和平新型关系的好时机 说起来真的让人感到好感动呀 但其实我们都知道 印度这颗枪头草 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 一旦启动 它保证马上又是另外一番嘴脸 不过这个呢 咱们也不管了 国际关系向来就是真真假假 都是自身国家利益的体现 对吧 这个时候我们能且看目前的走势 那么根据印度媒体的文章 内容谈到 中印两国领导人 都将出席在俄罗斯喀山 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 当下此刻的状况 是两国建立真诚 这个持久友好关系的好时机 那么因此呢 谈到中印两国之间 要延续着在贸易加强 经济伙伴关系 从一个更为广阔的视角出发 那么双方之间要保留 各自基本经济利益的主权与自由 那么在历史与文明关系方面 双方之间要加强沟通 改善文化联系 那么双方之间要承诺 不互相攻击和相互宣战 双方同意不允许对方领土港口 领空等被用来进行攻击与敌对活动 双方同意不支持任何对对方 有害的恐怖主义与分离主义活动 等等 另外一方面 印度媒体的评论认为 中印双方将在很多问题上 努力达成共识 包括保护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 贸易与投资正义 粮食与农业主权 免于不公正的债务对气候变化 采取基于正义的应对措施 等等 反正不管怎样 那么这篇印度媒体的社论又谈到 中印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之间 如果能够建立持久 真诚的和平友谊 那么未来对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都是非常有益的 这个说的其实也没错 对吧 只不过在我看来 有一点理想化 同时也是对于当下 印度改变其外交的基本战略 过去这几年是不断的拥抱 美国拥抱西方国家 那么和中国之间 成为向美国投诚的一个 投名状 对吧 你看到美国爸爸那里说 你看我和中国之间又搞事情了 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应该给我点好处 眼看着印度好处没捞到 反倒是被老美将了一军 不断说你印度多牛逼 对吧 然后通过华尔街把你的股市泡沫化之后 再来一轮收割 这是当下的印度方面的尴尬处境 包括富士康和苹果的产业链供应链 在印度落地的着实是少了些许 印度本来预计能够大规模的在印度进行布局和生产 结果如今印度方面只是让这些企业去搞了一些厂房 然后这些企业只是想着把在中国生产的科技产品 卖到印度市场 这个其实双方之间的诉求也是根本就不一致的 我们线上有一千位朋友在线 请大家给主播点点赞 感谢大家 所以这是印度 我们这个内容比较多 我们就不再为大家过多阐述 反正不管怎样 你可以理解为印度当下出现了软化 而同样出现软化状况的还有英国政府 英国政府当下特别希望能够改善对华关系 但是我们也都知道也面临着很多的阻力 在10月18号至19号的时候 英国外交大臣拉米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 那么这也是英国新政府首位访华的内阁大臣 他此行首要目的是要修复对华关系 恢复沟通的渠道 拉米访华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那么中英两国之间的关系呢 这个当下我们也知道过去的几年呢 是比较糟糕 主要是老美对中国的一系列政策 特别是英国保守党 对吧 对中方的各种政策 尤其是中国的内部事务 香港的一些事务上呢 那么英国方面呢 始终还在叽叽歪歪 对吧 那么双方之间关系呢 面临着很多的挑战 但是呢 最近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那么此前对中国方面 始终抱持着所谓 受害者妄想症的英国保守党呢 那么他们过去的那种具有挑衅性的 把中国视为英国最大国家威胁的 一些政策正在逐渐的消失 原因也非常简单 那就是英国的经济呢 面临着太大的挑战 那么于是乎呢 那么英国方面的这个保守党之争 十几年之后呢 把英国经济拖入到了一个非常糟糕的境地之后 英国老百姓决定 让英国公党上台 把保守党给赶下去 所以现在的英国公党 在七年 今年七月执政以来呢 那么英国对华关系就出现了积极的动向 今年八月份 中英两国领导人呢 这个进行通话 那么希望能够这个达成了一些深化合作 一些共识 那么工党方面也多次表示 不会效仿欧盟方面 对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等等 换言之呢 英国方面 那么现在呢 希望改善对华关系 主要是英国的工党 那么尤其是希望能够维持中英之间的经济联系 那么我们看到在1997年至2007年这十年之间 英国的经济每年以3%的速度增长 而自2008年开始呢 它的经济平均增速下滑到1.1% 经济乏力影响到了英国老百姓的正常生活 那么数据就显示 2023年 英国人的实际工资收入比2008年当时还要低 换言之跌回了15年之前 所以英国工党结束了十几年的保守党的执政之后 重新领导英国 自然是把经济建设 经济增长放在首位 因此需要大力的吸引外资 吸引投资 于是乎改善对中关系 就成为它非常重要的战略选择 当然我们也都知道 中英关系的改善呢 还面临着美国的各种压力 美国对英国的影响力呢 自然是很大 另外呢还来自于英国国内的保守党政府下台 但保守党的政治势力依旧存在 所以对华鹰派呢 这个阻力不小 另外呢西方盟友 特别是美国的压力呢 能不能让英国排除干扰 这个我看呢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但不管怎样吧 我们看到 在今年上半年呢 那么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 也是一样的 澳大利亚工党上台 那么让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关系呢 得以改善 那么英国的工党上台 中英关系最起码看到改善的曙光 那么印度方面呢 眼看着特朗普要上台 对吧 眼看着和老美之间 一边呢 印度得罪中国 去讨好老美 看起来所换到的回报呢 非常有限 所以莫迪呢 也开始转弯 要和中方之间 构筑起相对好的合作关系 那么再加上最近这段时间 我们看到日本政局发生变化 日本的新的首相呢 那么就是这个石破梦上台之后呢 对中关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最近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先生 同日本国家安保局长通话 希望中日关系实现新的出发 什么叫新的出发呀 就是中日关系得以改善 那么这就是目前所发生的 各方面的这个要素 百年未有这大变局 资金这段时间 黄金的价格疯狂上涨 为什么呀 没有哪一个主流货币值得信任 尤其是美元 已经面对着很大的挑战 所以虽然美元指数还比较高 但是大选之后 美国经济 美国金融 美国华尔街 美国股市 以及美元将会见增长 最近这段时间 中国的船舶制造商 那么通过了一个里程碑式的 合作协议 在集装相传的交易当中 要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 这个事情本身呢 是非常的这个重要的 我们看到 在上海所签订的 六艘自主研发的 这个13600箱的 大型集装相传的造建合同 建造合同 那么是以人民币结算 尤其呢 这还是一家这个 加拿大的公司 也就是说 加拿大要付给中国的造船厂呢 人民币来购买这样的 大型的这个船舶 这也是中国集装相传型 最大单一 以人民币结算的造船的订单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意义呢 就在于 那么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当中 未来将会有更多的应用 更多的这个 成为贸易结算的货币 那么这也会有助于 传起减少汇兑的风险 增强盈利的能力 提升市场的竞争力 同时有利于 传东降低融资成本 提高贸易的效率 那为什么说这件事情呢 主要是因为最近这段时间 最近这段时间 那么实际上 在俄罗斯的所进行的 一系列的这个 金砖分会 此前的一些会务当中呢 都不断强调了 人民币的重要性 人民币的重要性 不断强调了 金砖国家货币的重要性 金砖国家贸易 本币互换的重要性 那么这个里面 当然人民币就会成为主轴 对吧 我想谁也不可能使用一个 小币种 在进行大规模资产的 全球贸易 这就是我们为大家 所带来的分享 当下呢 全球的各个板块的地缘政治呢 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 中国和印度 达成边境协议 那么这就是其中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这就是我们为大家